大家好 这里是豆子的厨房 今天做的这个菜 是不是你最喜欢吃的 之一 啥蒸肉饼来着 想蒸肉饼 想就是剖开晾干的鱼 也就是干咸鱼 作为一个北方人 在这道菜之前 我真的只是听说过咸鱼 但是吃了以后 感觉就像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啊 咱们还用咸鱼来蒸过鸡肉 烧过宁波红烧肉 天再来试试蒸鱼头 还可以挑战一下 《红楼梦》里面的解想 最主要的是 做这道菜真的很简单 我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拼命拖长时间 才搞到四分半 把咸鱼和香菇泡软 最好是用冷水 但是呢 我们下班以后时间太短 只能用热水了 这个菜最好要用切好的猪肉丁 不要偷懒哦 肉末的效果会差很多的 下次切猪肉之前 帮你冷冻一下 这样好像切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但你全切了不就得了 咸鱼外面买的有整条 和已经切片的 切片的相对来说好处理一些 把用手能摸到的鱼刺挑出来 然后掰碎就好啦 我发现江南菜的用料跟其他的菜比起来真的很简单 对呀 以前在外婆家就只有油盐酱醋糖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把除了咸鱼和葱以外的所有调料放到肉末里搅拌均匀 那为什么不把咸鱼一起放 因为调料里有酱油 这样猪肉就可以先进味道 然后再加咸鱼 不然咸鱼就更咸辣 最后再打两个蛋 这样就跟外婆家做的一样啦 大火蒸25分钟 趁这个时间再炒个菜 就可以开饭啦 上桌了之后不要忘记撒葱花哦 上桌之后不要忘记撒葱花哦 来快速的说十遍 葱花 我们这已经是第好几次做这个了 我问你啊 你觉得带皮的猪肉做出来好吃还是不带皮 我喜欢吃带皮的更有嚼劲 对 这次吃的时候感觉的确比原来吃的都更Q弹一些 诶 逗逗 你干嘛呢 生物可怜 爸爸 那我再问你啊 你觉得蒸的时候盖锡质好吃还是不盖锡质好吃 我喜欢不盖锡质的 因为这样水蒸汽就可以到肉饼里 然后肉饼就更多汁 这样就可以拌饭吃 或者拌面 哈哈哈 哈哈哈